滑下去到這個地方 還是我只要 滑一點點就好 我給大家講一個答案就是 如果說這個頭髮 你不希望這麼毛躁 不希望毛躁 會比較毛躁 原因是因為 在庁舷裡的部分 是在庁舷裡結構的 在庁舷裡邊 在庁舷裡 同時是有機械 都這張都可以 後來 這張是 在庁舷裡 大家好 這裡是科學減法實驗室 我是魏子淵 如果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字幕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 今天呢就是我們這個包伯的第三集 這個第三集我們從第一集的這個架構 講解包裹的原理 一直到上一集的這個外線的修飾 那到這一集的是什麼呢 是就是我們的這個調量的一個修飾 尤其是表現那種日本風格的一個修飾 喜歡日本風格的朋友們 千萬不要錯過這一集喔 那講到這個風格之前呢 我們要先講一下調量的原理 我們就換個場景說吧 那我們今天呢是要繼續講解這個日系的修飾 有一個很重要的狀況 就是我們希望做出一個比較明顯的髮術感 但髮術感一定會進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話題 就是關於調量的部分 那我們來講解一下 調量的時候呢 我們大概我們先畫四個框架 那跟大家討論一下 調量的意思呢 就是當原本的這個架構呢 我們將某些頭髮 假設現在有六根頭髮 那我們在每一個的位置 假設是在二、四、六這幾個位置呢 我們進行做調量的一個位置 假設髮尾三分之一段 那它得到結果呢 基本上就是將我們的二、四、六的這個位置呢 進行做一個去除的動作 那框架是沒有變的 OK 框架是沒有變的 也就是說這個框架呢 它會比較柔和 但是這個框架層次是不應該被改變的 這也就是很多人在講到就是 當我們在調量的時候 不能把架構 架構給拿掉 因為如果你一旦把架構給拿掉的時候 你有可能會破壞掉你原本所剪的這個架構 所以 這是第一種 那有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調出來頭髮呢 能夠有一個包覆性的效果 那這個呢 就跟我們在調這個 減那個堆積重量的概念是一樣的 好 一、二、三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擦掉 擦掉 那這個時候呢 一樣 框架是沒有變的 那這個調會有什麼效果呢 這個調完呢 就會 調完的效果呢 就會比較飽滿的感覺 比較飽滿的感覺 因為你看喔 我可以畫下來 這個 稍微短一點點 然後又是一個長的 差不多長 然後再稍微短一點點 然後再一樣稍微是長的 然後再稍微短一點點 那你會發現 這樣子的話 它是不是容易 幹嘛 往內收進去的一個效果 這個是我們 通常是希望 讓我們的頭髮調完亮的時候 它一樣有飽滿感 可是我希望有 法術的效果 就是 法術 法術 法術的效果的時候 我們會用這樣的一個手法去調 那不是每一次我們都會這樣調 有時候我們會希望 調完的時候呢 是一個 收進去的效果 那我們就會剛好是反向的 那我們把它擦掉 OK 你會看到 它就剛好是一個 完全相反的一個架構 我們要把那個框架 畫上去 這是層次架構 OK 是沒有衝突的 那它就會變成 是這樣的一個方向 那我們來畫圖看一下喔 稍微長一點 一 再稍微長一點點 所以呢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哪些收進去了 這個地方的頭髮 都被收掉了 所以它剪完的時候 它就會比較貼進去一點點 比較不會那麼飽滿 所以剛好相反 剪頭髮的理論有垂直的 假設這是一個垂直的 一定就會有什麼 一定就會有水平的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水平的有哪些 OK 一樣是六束 然後呢 我們現在呢 把這個點呢 假設我們現在是這樣 就是 高反方向 會發生什麼狀況呢 我們把它擦掉 跟 你看喔 一個是左短 右長 一個是 右短 左長 那就會變成是 頭髮的方向就會從 這邊 因為這是短的 短推長的走 這是短推長的走 也就是說 如果說你希望你的頭髮 是往前跑的 我們就會是 後短前長 或者是 前短後長 就可以跟調量有關 好 那我們知道 基本架構之後呢 有一個關鍵點 我一定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關鍵點呢 也是很多人會搞混 就是假設這是一個 頭髮 再下這一刀 假設我現在要下這一刀 對不對 我現在要下這一刀 我到底是 假設我 我畫幾根就好了 假設我現在從這邊下刀 我到底是要從這邊 滑下去到這個地方 還是我只要 滑一點點就好 好 我給大家講一個答案 就是 如果說這個頭髮 你不希望這麼毛躁 不希望毛躁 這個 很好 這個會比較毛 會比較毛躁 原因是因為 當如果你的下刀點 滑到髮尾的時候 你的這個 這一段都是層次 你只是下一個點而已 就像這樣子 一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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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說你只是點一個點 那就很容易有斷層嘛 所以我們的手法會是這樣子 假設這是 頭髮 有很多頭髮 OK 我很多頭髮 我們在下的時候 我覺得是 1 2 3 4 所以你就會 這個切點就會是 滑減的 可是這個滑減呢 卻不會造成斷層 但是它的滑不會從這邊滑下來 因為這樣會毛躁 好不好 基本的理論 那我們今天先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用另外一個視角 繼續跟大家分享喔 OK 相信大家應該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得很清楚 就是調量到底在調什麼 在講調量之前呢 我想先講一下 我們今天用的工具呢 就有點不太一樣了 我們過往呢 都是用這種平口剪的這種剪刀 就是這種短的平口剪的這種剪刀 那這種剪刀呢 通常很適合剪那個架構啊 或者是一些 做一些平行的點檢 或者是 像我們上一集一樣 修這個外線的這個架構 都非常適合用這個 短的平口的剪刀去做修飾 可是今天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今天我們要做的 除了這個架構之外呢 我們還要做一些調量 那在調量的時候 我們就會使用像這樣的一個剪刀 這種剪刀是什麼呢 就是滑剪的剪刀 這是我最近最愛的剪刀之一 就是這種 胖胖的 弧度的 從側面看起來 就是有一個弧度的 有一個弧度的 OK 那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也是一個胖胖的 有弧度的 都是有弧度的 那這種剪刀呢 特別適合在做一些 調量滑解上面的使用 那跟平口剪的不一樣呢 最大的差別在是說 因為它的側面是弧度的 所以當你在下刀的時候 你的切口會比較柔和 好接下來我們就講到就是 我們這個剪刀 在這個剪材之外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的持刀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你盡可能在剪的時候 不要大拇指伸進去 就跟我們自己在剪那個 拿剪刀那一集 如果你沒有看過的話 我們一樣放連接喔 不知道放哪裡 反正就放在連接 以後就可以看一下 拿剪刀那一集 我們一直強調這是剪刀的 大拇指不要伸進去 一點點 那因為這個是滑剪刀 滑剪刀的目的就是滑剪 就是做調量使用的 所以希望剪出來的線 一定是柔和的 所以如果你是這樣剪頭髮 這樣剪頭髮 或是 我不知道很多人都是這樣剪頭髮 這樣剪的話你在滑的時候 你的刀痕很容易會很重 就很容易會有一個 啪 一個很明顯的刀痕 你如果不要刀痕 那你就會拿這個去刮 那更慘 毛頭髮都毛掉了 所以像這樣子 放在層邊 1 2 你看喔 我在滑的時候 很明顯是大拇指輕輕的合刀 我沒有用壓的 滑剪最忌諱的時候 就是大拇指去壓它 因為你一旦壓了 就會怎麼樣 有刀痕 這沒辦法試 好 那我們一樣跟上一集一樣 就是整個架構剪完之後 吹風完之後 但是在吹風前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因為現在很流行 就是 表面呢 後面是厚短前長 但是表面 有一些頭髮都會往後撥動的 讓這個動感有一個反向的感覺 所以我們在表面的地方 我們會放上一些層次 而這個層次我們在提升的過程當中 要切記一點 因為我們外線這個地方 是不要去讓它變短的 或變薄的 所以我們的角度是比較高的 那它可以保證到外線的厚度一致 就是可以保留 但是它可以創造出表面的層次動感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手法 在表面這個地方 讓它有一點往後勾的一些頭髮 那如果你希望往後勾 就很簡單 我們之前講過的減發理論 前短後長就會往後跑 所以我們就剪出一個 第一個層次之後 我們全部的頭髮就往前拉 然後但是你在上面的部分 你可以稍稍的做一些角度上面提升 這個剪完之後我們就吹風 吹風完之後 我們可能用離子夾稍微戴一下 戴一點弧度這樣子 那戴完之後呢 我們會針對外線的部分 就開始用這個滑剪刀 升點剪針對這個外線的部分 因為現在日系比較不喜歡 就是剪得很短很硬的感覺 會留一點長度 但我自己又很不喜歡那種很長 然後又很一束一束的 我覺得我自己不是很喜歡 所以我就會稍微剪一點長度 但是還是保留柔和的這種外線的這種動感的感覺 這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然後再來就是調量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在於說如果你的調量是有架構有邏輯的 很重要的重點是你在梳頭髮的時候 你頭髮一定要整理好 然後它是從髮根梳到髮尾的 你才能夠很清楚看到 你到底是要上長下短 還是要下長上短的一個差異 就是你希望調完的量是一個比較飽滿的一個效果 還是你希望調的量是收進去的 就在於你調量的這個上長下短 或是下短上長的一個差異 那好 我們開始調 我們的後半部一直到側部 都是把髮片拉出來 定點放射拉出來之後呢 然後從裡面 底部的這個地方離髮根稍微比較近 1 2 3 然後慢慢的越來越離髮根越來越遠 OK 那這樣調完的時候就會 怎麼樣效果呢 就比較容易包覆 可是它一樣可以保留那個髮術的素感 那這就是我們講的堆積的調量的一個手法 那表面的頭髮是不是都是一個前短後長的一個架構 我們希望讓它往後跑 那我們一樣拉出來 讓它前面 那記得如果你很擔心這個地方調完 會有些虛虛短短的 可能不是你想要你的表面第一片就不要調 然後從第二片開始 或是從表面開始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前面比較短 然後慢慢的離髮根越來越遠 越來越遠的方法去調 然後讓它的頭髮動感可以讓它往後跑 那這些都是我們在調量的過程當中 可以去留意留心的一些事情 那再來就是 就是瀏海的部分 我們因為已經有剪一些層次了 所以你的瀏海就可以稍微去設計一下 看它怎麼在波動的時候 讓它維持在你想要維持的一個位置上面 再來就是 下擺這個地方通常都會比較厚 所以我們就會把髮片拿出來垂直的去把它剪掉 就剪一些些微的層次 讓這個外部這個地方 畢竟因為我們的角度是慢慢降低 所以這邊基本上比較沒有什麼層次 所以通常會比較厚重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所謂的這個外線的地方 你可以稍微拿起來 垂直的剪掉一些層次 讓它有點柔和 那最後當然就是你可以上一些電棒 增加一點弧度 然後或者是離子夾也可以 就是你看你喜歡比較捲一點 還是比較光澤一點的感覺 就可以用不同的工具 然後最後我們會抹上油脂成分比較高的一個商品 去增加它的保濕感覺 因為現在日系真的喜歡這種濕潤的感覺 那沒有對跟不對 只是看你自己喜歡什麼樣的風格 那最後整理完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到兩邊就是完全不同的風格 左邊硬線 右邊柔格 那其實我們會做這個節目就是做三集 其實最主要目的是 我想要讓大家明白 或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包裹的技術 不管今天是歐美的 或是日系的 韓國的 其實它的架構是類似雷同的 當然最後的詮釋方法 就像我們這兩集這樣子 詮釋方法會有很大的不同 但架構是相同的 所以我一直很想要宣導一個架構 就是風格不應該直接被設定 但是理論應該是互通的 所以理論一直都是我的強項 所以我很想 藉由科學剪法實驗室這個頻道 去講解很多關於剪頭法的一些 正確的觀念 或是剪頭法一些 比較容易懂的一些理論架構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什麼樣的理論架構 其實下面可以留言 因為我盡可能會安排一些時間 然後去錄你們想要了解的一些話題 就像這一集為什麼會有 是因為之前有人留言 就是說想要知道那個調量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開一集專門講調量的 那我記得好像上次好像有人說長髮 那我們找機會也來錄一集長髮的一個架構 好啦 很快的時間我們三期就拍完啦 那這裡是科學剪法實驗室 我是魏子淵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來拍照 我們 desc尼在這位子 嘗哩